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 只需要每年50元美金,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 全年10%的折扣,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精選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 支持你的自我療癒能力,專家團隊獨家配方,自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心理機能不僅是一種保健品, 他還是你每天活力和平衡的夥伴,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喚醒內在的活力。 請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享受專屬折扣,讓健康的改變從今天開始。 伊文,香港有一個包租工,你猜不猜到他有多少個物業收租? 鄭哥,你不是說李嘉誠?他當然有很多物業收租了。 你又會錯意,我這次說這個包租工,他很厲害,他叫吳宗權,他在香港有15645套物業收租。 嘩,那真是認真厲害,只是收租都可以吃多小。 每年他只是收租金,都有三百多億。 喂,那不是比李嘉誠還有錢? 那當然啦,你猜猜,不用做,每年三百億。你給我數下去,李嘉誠也說要做的嘛。 哪裏建大廈,做什麽生意那些東西,人家這個坐在那裏就這麽多錢了。 那,單單一個海港城啊,這個吳宗權收的租金,都已經超過八十幾億利潤。 喂,這個吳宗權,他這麽有錢啊,他做什麽生意呢? 還是祖宗留下一大筆遺產給他呢? 嘿,你不要那麽心急,聽我慢慢說先。 海港城,他只是收租都八十幾億一年啊。 但是他在海港城擁有的物業啊,三千多億那麽多啊。 喂,政哥,為什麽數香港的四大富豪,沒有去過名字呢? 照這樣看來,應該有五大富豪才對啊。 那,這個吳宗權呢,只不過四十幾歲的啊。 不過他的為人是非常之低調的。 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什麽人的後代啊? 嘿,政哥,你還要問呢? 當然是有錢老的後代啦。 嘿,不是那麽簡單的。 那,他老爸就叫做吳光正,是九龍倉集團的主席。 那,他的阿公就厲害了,是世界船王鮑肉江啊。 嘿,怪吳之德啦,是鮑玉江的後代。 聽說鮑玉江四個都是女兒,沒有兒子的。 沒錯,鮑玉江是1918年出生的。 他是浙江的寧波人,在香港是一個銀行家。 為什麼呢?因為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已經在中國大陸 是上海四大銀行中央信託局的局中成員,是一個成功的銀行家。 所以到了香港之後,在銀行界就運到風山水起。 他在很特別的政績裏面,九倉收購箭,包肉江那種遠見好卓志, 鬥志而和之地,成華之大亨的第一人。 他不單止只是發展銀行的業務,他還在貿易買賣方面成立了大公司, 以進出口生意為香港的事業。 因為韓戰時期,需要很多船運將戰略物資運到朝鮮戰場。 沒錯,鮑玉江非常有遠見,選中了這個航運行業, 他一初頭專購英國的舊船,作為運輸船隻, 從幾隻船做到整個船隊,將船隻分租給日本, 他就越賺越多,可以說是生意興隆。 我看過一些報道,當年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是香港船王, 沒多久就被鮑玉江超越他,做了世界船王。 還有報道就這樣說,鮑玉江在1961年,短短七年之間, 鮑玉江領導環球航運已經有五十隻輪船, 到1970年至1980年的年代,全盛時期就已經有二百零二隻輪船, 載運總量達到兩千萬噸。 不是開玩笑的,你猜真是這麼容易做到世界船王? 唉,真是事也運也。說起來,鮑玉江只有四個女兒。 嘩,如果找了他四個女兒做老婆,真是發財了, 那就益了那些女婿吧。 鮑玉江四個女婿,有三個都是外籍人, 剩下二女,就嫁了一個中國人,叫做吳光正。 聽說最厲害的這個女婿吧。 當然啦,這個是商業奇才, 在香港幾次大的經濟買賣, 這個吳光正也是顯示到他專業的奇才。 在1984年,鮑玉江回到他的家鄉浙江寧波, 在參觀古代藏書國天一國的時候, 當他打開鮑士族譜,突然發現自己的名字, 原來自己就是鮑青,即是鮑青天, 第29代的後人。 嘩,當時他開心得熱淚盈康, 原來自己就是鮑青天的第29代孫。 嘩,原來是鮑青天的後代, 怪不得鮑玉江這麼富貴, 做到世界旋王,這些是命中注定的了。 啊,鮑青天當然厲害啦, 他可以日審人間,夜判陰間, 所以一切牛鬼蛇神, 見到鮑青天都要立即迴避。 說起上來,我以前看過一個報道, 說鮑青天的財富, 他的後人說一千年都洗不完, 所以看戲都看得多了, 鮑青天當官的時候破了多少冤案, 說得明白,天子犯法與書民同罪, 看看犯罪的人龍頭閘還是虎頭閘, 所以一聽到包大人嫁到鬼神都巨三分。 所以他的後人吳宗權, 只是收租每年幾百億, 加上他擁有的物業財富, 哇,真是富甲一方。 那這些都是他的福份, 所以就是前人眾果後人收咯。 講開又講, 本來我們香港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方來的, 而且出了很多傑出的人物, 無所不在。 另外還有一個包租公, 他每年收回來的租金是超過160億的, 這個就不是靠祖宗靜落的, 是他白手興家自己找回來的。 這個又高姓大名呢? 這個包租公的原名叫做王鴻, 是1972年, 在廣東汕頭出生。 哇,很年輕的, 就有這麼多屋來收租啊? 他本來是一個農民, 在香港經過十年的磨練, 他已經成為一個大學的教授, 中英文都非常了得。 這個人真是認真聰明, 十年時間, 可以做大學教授。 因為他結識了一個香港電視台的負責人, 憑著這個負責人的引導, 和他自己個人的努力奮鬥。 他考取了信息科技的製作師, 他做過很多行業的了, 從修理中標到網吧老闆, 直至到置身上層社會。 哇,這個人真是認真不簡單啊。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創立了他第一家置業公司, 名叫做雨城置業。 他的成功之路就打開了, 通過他日夜新路, 尋求公司的投資形式, 從而想盡辦法, 令公司的盈利上展。 剛剛就遇著, 當時香港的房地產非常活躍, 所以王紅就陸陸陸陸陸地在北京、 上海、香港大致發展投資生意。 那當然是趁這個時機, 買了很多物業。 他不只是靠買物業, 他創立了一家叫做雨城收租的子公司, 佈下了他收租的成功規劃。 聽說這個王紅, 在廣州都有很多物業, 他在廣東各地, 成立了很多子母公司去收租的。 那有些傳媒就訪問他, 你成功之路是怎樣的呢? 他回答傳媒就說, 成功之路不是靠一個人的, 是要靠整個團隊的努力, 所以團隊發出來的能量就大了。 自從特區政府霸佔了香港之後, 王紅就非常心灰意冷。 因為王紅是中大社工系的副教授, 他很留意社會福利的情形, 很關心窮人。 他的主力是研究香港的貧困問題, 為香港爭取全民退休的保障連席, 在很多年來經過無數次努力, 但最終都是白費, 被特區政府最後一口否定。 在幾次的學生運動, 包括反送中、雨傘運動, 他都站在前面, 和一群學者一起宣讀, 對話之路須盡, 民主之心不死至全港的市民書, 還不斷地收集學者的聯署。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五百多個學者作出了聯署。 還有, 王紅在回應蔡子強民主回歸派的時候, 他承認自己就是當年智涵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 對於記者問他為何這次走得那麼前呢? 搞學者聯署聲明呢? 他說這個聯署只是一件手作仔去做下事, 他們作為老師只能坐在後面, 前面是學生向前衝。 王紅說, 當他聽到人大草案那一刻, 他感到非常憤怒, 儘管中央這個決定是意料中事, 但他仍然非常反感, 他形容當歷史張開雙手的時候, 臉色蒼白的學生匆匆膠卷, 但只是一張白紙而已。 香港特區政府用過一句叫做待著先, 在瘋狂地電視、登箱、廣告箱、洗腦容易、超然地推行, 就以為香港人一定會同意, 其實剛剛相反, 香港人覺得特區政府這個決定非常噁心, 將黑白是非完全扭曲, 這個王紅非常有正義感, 直接問香港特區政府, 你們何時才開始進行再次諮詢? 但換來香港政府一句, 無情的強硬答覆, 永遠都不會再有。 王紅還說, 香港特區政府將最低工資, 標準工事, 每次都拖低, 連最低工資都會盡量壓低, 完全沒有為打工仔著想。 梁振英和唐英年其實是毫無分別的, 他們沒有基礎的立場, 沒有我們的階級利益。 王紅發表任何的意見都有自己正直的一面, 他沒有跟其他議會、社團簽署任何方案, 他早早就簽下了佔中的意向書, 不會再跟特區政府玩了。 啊,我覺得這個王紅認真勇, 他能夠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 這些就真正是勇敢的中國人了。 唐人家月以見聞, 包稱天候人原來是香港的大富豪。 節目是由倚文、李正、馬德成聯合演播, 請點贊和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ですね。